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MSNBC的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出来从18到29岁的年轻选民当中 这个贺锦丽跟川普的差距是拉得非常的大 现在目前贺锦丽的支持度到了47% 川普只有34% 那主要就是因为贺锦丽的团队还蛮擅长打空战的 过去呢其实在空战的领域来说的话 川普是碾压拜登的 但是现在遇上了更年轻的贺锦丽 她还有一这个谜音广传 所以这个年轻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愿意给予支持 在ABC News的最新民调 贺锦丽也是以43%的支持率领先川普7个百分点 特别是在27岁以下的年轻支持度更是冲上了百分之六十 那所以纽约时报倒是好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她说笑声与其说是贺锦丽惹麻烦的东西 不如说是她最有效的武器 所以现在从哈哈笑的贺锦丽现在变成了一个她的新的这个哈哈笑武器 那再来我们看看纽石又开了第一枪 她说其实还有其他合格的民主党人可以与川普较量并且获胜 在没有经过真正的竞选就选择候选人 正是导致民主党推举出的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深感忧心的领袖的原因 所以看起来纽石好像开始有一点转变风向 虽然说贺锦丽的民调不断在提升但是竟然有这样逆风的声音出现 那川普这边当然也有隐忧就是她的副手范思 她现在开始也觉得说贺锦丽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 她称这个败下赫尚是耍阴招啊 就是当发现看起来这个局势不妙的时候 她就说民主党是来阴的 因为呢她说民主党林郑换将贺锦丽呢 其实我们所有人有点被阴了 坏消息是贺锦丽不如拜登有包袱 她年轻很多显然也不像拜登那样在竞选当中挣扎 倒是自己范思好像在中西部的声望 不如预期本来好像是主打一个就是 跟这个川普很类似的一个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好像只有在川普身上奏效 在范思身上看起来很多摇摆州并不是那么的支持她 CNN7月份的时候在伊利诺英迪安娜 还有密西根 俄亥俄 威斯康辛州的一些民调显示说 她的支持度只有28% 不支持度竟然高达了44% 那这也是这些地区过去44年来 她算是第一人了 就是最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副总统参选人 那这个CNN的数据记者 她就讲说现在看起来 他们在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大会结束之后 她的支持度比不支持度低了5个百分点 最了解她的地区跟选民 不喜欢她的程度比起全美还高 也就是说越了解她越不喜欢她 这是一个现象 所以看起来 所以这个像共和党有一个说 要换副手的一个声浪 那美选现在当然主轴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都是在打中俄牌 那你看看川普就讲说 当选之后要取消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定位 就是开发中国家 她说要取消这样的最惠国待遇 她就说现在中国大陆很强大 不能再以这个开发中国家来定调了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优惠待遇应该要把她废除 她会也会这么做 如果她一旦当选的话 会把这些优惠全部都拿掉 但是我们看看谢峰的回应 就是中国大陆驻美大使 她说这些关系如果一旦贸易中止的话 损失的是你美国 可能会带来1.6兆的美元经济损失 那现在美国他们自己本身 美国这个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5兆美元 现在他们财政部要下调Q3的举债规模 根据他们财政部网站7月29号 也就是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 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举债规模 已经突破了35兆美元大观 那他们现在预测呢 这些巨额的债务将会分散到美国民众身上 那相当于每个人的负债将近10.4万美元 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换成台币的话 大概就是300多万 一个人举债300多万 那现在市场也压住说 现在美债的殖利率恐怕连三个月下滑 9月份应该有可能就是降息两码 但是末日博士倒是讲说 他最近撰文就指控 他说美国财政部去年11月增加了 10年美债的发行额 而不是惯常的这个发行短债 而是有意的压低这个长债的殖利率 来协助民主党在11月这个大选获胜 就是你是不是要用美债来操控选举呢 那叶伦是跳出来否认 那他说这个罗比尼的文章呢 这样的一个暗示 他说其实我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策略 他说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 这样的这类的问题 所以赶紧做一些否认 很怕说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对手打击的 这样的一个攻击点 但事实上是如此吗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 帅将军怎么看现在这个没选的混战 我想这个选情啊 这个贺锦丽出来呀 就好好让拜登很多爱他的群众 以前拜登选的时候 让大家没办法把他讲话 因为大家众目条条看到你又摔跤又失智 对 所以都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美国的这个讨厌川普的人还是很多 对 尤其知识分子啊 这个金融界啊 稍微了解政治一点的人都不喜欢 因为他太不可预测 所以贺锦丽出来这个声势一下子就是长高 我记得在这个贺锦丽还没出来以前 刚刚出来的时候 川普笑他 说他是happy again 我那时候在节目上讲有什么不好 你那个great again啊 让人家看的是很虚无缥缈 这个happy again至少经济要好一点 老不信高兴一点 所以这个 laughing啊 这个大笑啊 带给人家有点轻松的感觉 不像那个川普好像是一个fighter 所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 第二个这件事情也看出来 TikTok这一下可站稳了 这个前一阵子国会里面这么刁难 现在两个总统候选人都要搞TikTok 来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因为年轻人都不耐烦看长篇大论 都喜欢 像台湾以前叫什么包 懒人包 懒人包 美国年轻人也是一样 TikTok只有几十秒钟就看一个东西 所以贺锦丽问题的胜败 可能还在关键时候跟九月份的辩论 九月份的辩论很重要 所以川普现在也有一点受到威胁了 因为贺锦丽的口才不会像拜登那样 要读稿局要干 但是贺锦丽也有他的短板 他对通货膨胀他不承认 事实上美国老病最大的痛苦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问题 川普骂他是反犹太 偏偏他老公是犹太人 这也无所谓了 对少数族群 因为川普犯了一个很大的仇恶 成了黑人叫尼格罗 这个让有色人种对很反感 所以你要说贺锦丽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这关键在这个摇摆州 跟这个辩论会 有可能会翻盘 但是这一翻盘 美国可就真乱了 因为川普那些铁粉 那是一种暴力行为比较习惯的 这个范尸 虽然是铁锈区穷人里面出来的 但是你今天范尸的生活的表现 让穷人感觉到 你好像不是我们穷人 穿着打扮生活方式 有点被判的感觉 你看以前中国大陆 他们起来的时候都穿毛装 哪怕他生活再好 他也是穿那个毛装 你要当穷人就要像个穷人 才能引起共鸣 你看看印度的尼和鲁 有穿过一套西装吗 对不对 这个老蒋他们一套中山装 永远是你要 你的talk like a rich man walk like a rich man 你样样像有钱人的话 铁锈在上 你一扒上了 你过了好日子 他们铁锈这真的是对政府很失望 所以范尸的票下降 贺锦丽的年薪票上升 这一场大家现在突然看好川普 我觉得还是有两个拼在最后这一百天里面 这一百天因为贺锦丽的金主的钱也到位了 到位了 就看他这一百天的肇事怎么做 我的重点还是看摇摆桌 摇摆桌那个选举人票 对 还是左右很多 像当年这个希拉蕾虽然普通的票很高 但是还是输给了川普 所以这个问题 就看这个贺锦丽把那个太空人能不能争取到 因为太空人那个摇摆桌里面也蛮关键 那么他 我讲过美国就是崇拜英雄 川普能取来是那一个熊样 让人家看到比较有魄力 那现在贺锦丽的副手 如果也是一个有魄力的表现的话 这个我认为这个选举有得看 好 来请教育方哥 摇摆桌的确是最重要 我们就讲一下这摇摆桌有七个州 拜登上一次只丢掉了北卡 只掉了北卡 那我现在为什么觉得会比较看好贺锦丽 虽然很多的在台湾很多的 大家都认为川普会当选 我觉得看好贺锦丽的原因是因为 拜登下来了 有贺锦丽在七个摇摆桌 跟川普是在快速接近 拉近 也只输了一趴两趴 输了比较多的是 大概是阿里桑那 阿里桑那大概输了五个百分点 不过非常有意思 大家值得注意 为什么拜登上一次七个州里面 赢了六个州 因为那个地方是 民主党算是很强的地方 现在这七个州里面 除了乔治亚州的州长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以外 其他六个州全部都是 民主党的人在当州长 真的选举州长的影响力真的很大了 就像立委选举 县市长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一样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 亚里桑那州 它为什么输到五个百分点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移民 非法的移民进到美国来 亚里桑那州是起初除了德州以外 被冲击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州 所以贺锦丽前两天 就到了边界那个地方 跟当地的那些地方首长都见了面 反应好像还不错 那些市长们也答应要支持他这样 所以我的感觉 刚刚讲到Vance 这的确是给川普加不了分 川普认为他赢定了 所以他要的人不是一个副总统候选 要是一个真正他未来的接班人 四年以后他当完总统 一个可以完全听他的话 然后可以继续向前走 一是行来跟他玩球一样的人 可是Vance这个人是根本口无遮拦 那可无遮拦程度还比川普还要严重 你怎么会去骂说民主党是被一群 那个没有生孩子的 这个养猫的那些老太太们 你讲这个的话 第一个美国人喜欢养猫 喜欢养宠物 第二个美国很多人没有小孩 奥巴马本身两个小孩 就是做四管银耳做出来了 因为现在因为大地污染得太严重 所以怀孕的能力是变小的 所以你讲这种话 你就伤害很多妇女 所以妇女票原本 Harris上去以后 在妇女票上面就已经超过了川普了 那个是50比45 这是7月22跟23 那现在再来做民调的话 川普在Fans讲完这些话 再来做民调的话 我相信现在当然是这个差距会拉大 所以整个来看 我是觉得 这次的少数足球的票据是很重 第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钱是很多的 犹太人大概在美国 现在是大概是600多万人 在美国人口大概只有2%而已 但是他的投票 他的这个影响力是超过他的人数的 第二个就所谓的黑人 黑人过来就是Ladino 就是那个讲西班牙话 讲这个的后裔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31.5 那上一次为什么欧巴马两次选举会赢 而且赢了很不少呢 第一个欧巴马在2008年的时候 Ladino的票是他得了66% 黑人的这个票呢 2008跟2012都得到90%以上 你认为以贺锦丽的这样一个黑人的背景 你认为他得的票会比欧巴马少很多 我不认为 尤其欧巴马现在跳出来开始在力挺他 所以那Ladino的票 一向都比较支持民主党 这两个哪下加上她是犹太人的太太 这个我觉得对贺锦丽的帮忙会很大 我目前我还是看好 最后一定是贺锦丽赢 好 来请教黄老师 确实像林委员刚刚讲的 在现在摇摆州的差距 非常的接近 或许啦 这个我们不要讲那么仔细 但是现在的所谓的摇摆州里面 大概 大概 摇摆州的差距勉强 有一点点明显 那是川普领先一点点 那亚利桑那确实啦 本来拜登落后最多到七个百分点 那现在呢 看起来是五个百分点上下 而且这是前几天的民调的结果 所以如果贺锦丽他选择了亚利桑那的州长 或者他的参议员 作为他的副手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有一些美国选举的民调指出 自己州的州的选民 他会倾向于支持自己州出来的政治人物 那这个本来 其实到台湾几乎都一样 几乎啦 都一样 所以亚利桑那既然是贺锦丽 目前在摇摆州最居于劣势的 那么他如果找一个亚利桑那出身的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就算没有全国的知名度 但是我们都知道 美国因为他不是全选民投票 去比这个总票数的 他是要看各州的结果 所以亚利桑那如果贺锦丽可以拉近距离的话 那对于拜登 对于川普来讲 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威胁 那拜登 我觉得他已经退选了 但是呢 他抛出了一个议题 贺锦丽不得不接球 但是也会造成美国内政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 也就是关于美国大法官的任期 因为拜登他已经说了 他未来半年任期里面的重中之重 是要把大法官的任期从终身制变成18年 那这个不是不能讨论 只是呢 在众议院是由拜登的敌对党 也就是共和党执政 那在众议院里面的议长强森已经说了 我不会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这半年内我不管 但是拜登又说这是他的主要执政的内容 他推动政策的最后的一个重点 那么贺锦丽要不要支持呢 目前贺锦丽在一个非正式的这个场合里面 已经表示了支持 但是他的支持会不会造成 他跳入了一个美国宪政改革的漩涡里面 不得而知 总之就是摇摆州的接近 会让美国总统大选更加的好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